继磁带事件后 今晚的白鬼夜行大阪杀人事件 很快又轰动日本 引爆国民关注和网络热议 全副武装的自卫队 陆陆续续赶往新灾桥商业区 此时此刻某条阴森实际接到 全说的一位涉涉发抖的黑衣人 他就是大阪队本场任务的新手之一 高中生演进男 在杀戮游戏开始之前 其实大阪队黑球也拉入了一大批新手 加弹性拯救的那对老人CP 正是属于这一批新手 两个大阪队主力的作风有目共睹 不仅平平的死活 他们漠不关心 就连队伍新手也基本不管不顾 菜鸟们刚进战场 就不幸遭遇一只会放射激光飞弹的妖心人 热血飞弹甚至直接穿透赶子战役的防御 几乎所有人铲死当场 演进男逃过一劫 躲在这个地方完全不敢挪动 他身陷万分惊恐的情绪当中 就在这时候眼前忽然冒出一只妖怪 紧接着是一大堆奇情怪众的妖魔鬼怪 伴随着两边蜂拥而入的可怕爬虫 这幕画面如同误闯了恶鬼汇聚的炼狱 并演进男心胆剧烈寒毛之术 这些妖心人将那拖拽出来 正准备吃扯生碎肉 突然之间群妖被什么东西攻击 接二连三遭到爆炸 连番喷喷喷的响声过后 演进男抬头瞧见一名英雄男子 原来是自己的队友 拿过两次100分的花季精 这是大阪队极少数主动伸出元首的场面 随后二眼界使得单轮摩托扫街 没想到这花季精的心肠还不错 不仅救人 而且耐心向一无所知的眼镜男 讲述装备的使用 值得一提的是 花季精善用急车上的电脑 他独自摸手出了妙法 原来这种可拆卸的赶紧电脑与枪械连接后 竟然可以查看出猎物的具体分子 恐怕他就是用这种显为人知的套路 每场游戏开着车 专门寻找并猎杀那些高分子外星人 从而快速取得两次100分的战绩 两眼就这么巡逻了很多条街道 都没有发现任何怪物 正疑惑难道游戏快要结束之时 终于发现了一只落单的小怪 眼镜男赶紧按照指示 用连接设备查看分子 失望的是 该猎物只值一分 花季精决定下车走路 静悄悄跟踪 这只小怪也许是会潮雪 那样的话就可以收割更多分数 花季精语出惊人 他觉得 这场任务应该有100分的嫁祸 老代星组合尽量不打草金蛇 跟踪了没多久 忽然闻到一股极度浓烈的刺鼻恶臭 花季精抬头定睛细看 撞入眼球的幻变 差点令他心脏骤停 只见前方的道顿窟运河区域 聚集的数以百计的妖心人 他们与那只小怪一模一样 此刻全都对着同一个方向顶礼膜拜 被群妖奉若神明的东西 是站在高台上与众不同的三只妖心人 还以为杀戮游戏结束原来剩余的猎物 全都跑到这里 墙面十分壮观 花季精满脸惊讶 赶紧从眼睛拿那里取过查分设备 毫无疑问目标锁定高台上腰 他举起X枪 先扫描白色犬神 然后按下赶紧电脑的确认键 电脑显示 他达到了夸张的68分 难道他就是种族首领 花季精否认了这个猜测 赶紧查看另一边的红色天狗 分子更是高达71分 他越看越心惊 深吸了一口凉气 神情逐渐激动起来 最后才看站在正中央的黄色花瓢 随着查分进度挑了完成 花季精整张脸完全不瞪口呆 甚至软如冰封般僵在原地 电脑显示 三腰中最矮小的一只 分子竟达到了恐怖的100分 传说中的满分外星人出现了 居然真的存在满分猎物 状况再无任何疑惑 这些小妖小怪三贵九寇的对象 正是他们的种族手里 百妖之王 群鬼之首 众怪之珠 另一边 大阪队存活的成员基本聚集起来 大阪黑白双杀中的黑人档木 信誓淡淡地表示 这次一定会有100分猎物 大概率就是他们的老大 已经被赶获的三肖姓 耐心向嘉藤圣解释游戏规则 从他那里 嘉藤又得知一个吃惊信息 在三肖姓进入轮回之前 大阪队其实已经遭遇过100分的外星人 将当时的大阪队屠杀到 仅剩1 3分的成员 而那只满分外星人 最终被此前提及过的 拿过7次100分的钢八郎一个人击毙 不过那种实力水平 距离嘉藤圣太过遥远 他没有什么概念 此刻更在意的事情 或者说计划不由脱口而出 只要打倒100分的家伙 一次就可以令小季复活 三肖姓又被他的豪言壮语吓到 旁边两位大阪队女队员 同样听到这番狂妄的话 当了解嘉藤圣零次100分战绩之时 一姐哈哈大笑 此笑他的不知天高地厚 大阪队三强听到后 虽然没有直接嘲笑 但语气中也充满了对弱者 能活到现在所感到的差异 嘉藤圣脸色羞愤 忍不住生气大叫 我说我会干掉100分家伙 所有人家却无声 大阪队主力仍当他是一个搞笑小丑 转身离开了这里 三肖姓却依然选择跟嘉藤待在一起 因为他这股莫名自信有何凭据 嘉藤圣又哪里有什么凭据 他有的只是内心那股 从未变过的坚韧和勇气罢了 老代新组合那边 此刻的心情震惊难控 100分的传说猎物竟然近在眼前 只需要击杀这么一只 即可躺平到游戏结束 从而兑换更厉害的武器 这可妥妥意外发现了大保障啊 打过两次100分的花季精 也不由激动的浑身颤抖 但他没有轻举妄动 暂时还是偷偷观察 随时越看越触目惊心 在高台上的妖王滑飘 身体逐渐发生变形 竟从着老头变成了小女孩 他欢快跑着跑着 娇小的城区陡然拔高起来 又从小女孩变成了大姑娘 浑身赤裸物质笑叶如花 且又众生一跃 跳到了群妖之上 犹犹兔子般在小妖的托举之上 蹦蹦跳跳 他们仿佛在举行某种祭拜仪式 既向为种族的全面进攻发起号角 又向为妖王的亲自出山 呐喊助威 更像纯粹在展现妖王 已经达到随心所欲 完美理太人类之身的能力 总而言之 那画面极尽离奇又极尽吊诡 香艳无比又阴邪十足 堪称变态中的变态 妖孽中的妖孽 花季精不再观望 抬起长中枪 目标直锁一百分的大boss 他柄性临身平稳情绪 标准的不远处裸履形态的白妖之王 然而大概太过紧张 大概毒瘾发作 关键时刻手指颤抖不停 毕竟也是首次遇上这种传说级猎物 花季精强压慌乱 极力保持镇定 终于在刹那间 抠下了扳击 能量一打出去 反复世界都为之寂静 他的松部被炸成碎块 也许这是妖王最脆弱的形态 整个身子快断开两半 然而令花季精震惊的是 几乎被红掉半边伸去的花瓢 不仅没死 而且也用眼可见的速度愈合 重点是治愈的过程中 花瓢的身体再次发生诡异变形 从妩媚的风鱼美女 急速变成见重的光头猛男 此时左右无法 犬神天狗也环顾四周寻找偷袭者 花季精紧张到了一个呼吸沉重的地步 手指难以镇定没法再迅速开枪 犹豫不定之间 猛男花瓢抖然张开双目 展开了愤怒反击 他的眼珠突出了犹如一对大灯泡 遍目十分金属骇人 射出了吹枯拉朽的毁灭光线 他不清楚偷袭者 具体位置对视这位进行无差别扫射 不知所及小药小怪擒个尖粉身碎骨 大汉淋漓的话 继继续加线难受喘气 赶紧张目标连开两枪 这下可被敏锐的花瓢发现 散量时光急速扫来 桥梁位置瞬间轰他 那两发能量子弹也击中了他 花瓢整副上目身看起来快要断裂 可头颅双目镜仍旧持续射出时光 花瓢晋晋置之必无可避 疯狂大舅的飞跳下去 用长筒枪与满分大boss硬钢对轰 花瓢晋晋被射成碎块 而花瓢晋晋也被时光包裹吞噬 除其不妨赶紧战衣从肉壁一直推出到半边头颅 花瓢晋晋凄厉一叫不幸惨烈战死 现场杀石万籁聚集 眼镜男如最神冤惶恐的剃泪横流 他颤抖着走下去 抽出手枪对准可怖的滑瓢脑袋 其实在那间真的鼓起的开枪勇气 那还有两只要心人急速从天而降 正是红天狗白犬神 二腰杀气腾腾怒目原睁 眼镜男已经错过了射爆魔王的最佳时机 此刻放在班级的手指胆敢动一下 哪怕就挪动一丢丢 他立马会被犬神先行一步撕成碎片 眼镜男哭喊着转移目标 握着X枪的手胡乱挥动 被天狗轻易夺走了武器 在死下的快要浑身瘫痪精神临近崩溃之际 反而逼出了眼镜男狗急跳枪般的求生意志 他拼命大叫地捞起滑瓢脑袋 当成另一把枪慌乱射向妖怪 天狗有翅膀等可以想 敏捷待犬神闪到半空后 火烟大怒发出一声如泪吼叫 下打全军出动之命令 弹子之间从运河里面 炸然冒出一大堆令人头皮发麻的妖魔古怪 统统涌向夺走他们老大手机的人类 被这么多猙獰恶鬼扑杀 本旧胆小懦用的眼镜男 残存理智来到覆灭边缘 随之祸不担心 他猛然感觉到脚底下传来强烈震动 某种旁将大卧从运河底部急速冲出 仿佛沉睡了千年万年的远古剧魔 发出了令眼镜男灵魂战力的惊天怒毫 吊声之大如同山崩海啸 彻底打碎道顿窟最后一身临近 冲出水面的怪物身高至少30米 来头果然不小 是与华瓢天狗全神同属传说及妖怪的流鬼 至此要新人四大天王登场完毕 眼镜男惊恐的欲哭无泪抱着滑飘头鹿 完全凭借本能拼命逃亡 流鬼操他投资中物紧紧追杀不休 那地动山腰的攻势 现场的平民看了还以为在拍哥斯拉特色片 高中生只觉得做窒息恶梦 大脑已经没法正常思考 像个疯子般羽各路要魔鬼怪赛跑 跑着跑着再和低被一只怪手捉住脚踝 不幸扑接倒地 滑飘头鹿脱手滚落 身后的群腰马上将其包围 各种新臭怪虫迅速缠身 眼镜男待在仰望如山四丘的流鬼朝自己大力打来 彻底下蒙如楼鱼般坐以待毙 不然轰隆一声扎耳爆破 流鬼被密集炮火击退 原来是日本防卫队展开的武装行动 他们用上各种大威力机枪炮弹 甚至连坦克都出动 大时间枪林弹雨 所有杀出性火力通通朝大怪兽猛烈喷射 只是对于流鬼而言 这些人类炮火轰击油锅杀挠咬 除了提升他的怒意之外 简直皮毛难伤 流鬼霍眼一巴掌拍落下去 大批士兵顷刻间伤亡惨重 没过多久近身的军队便被他松残扫空 眼镜男这时奋起挣扎 趁腰固的注意被吸引过去 急忙前起滑飘头 向阳光杀军般一通猴润照射 此光的威力确实势不可挡 短短几圈近距离照射 和低之上再无半只玩好妖怪 轰荡荡几胜流鬼与之对峙 正所谓火力够猛够充足时 内心的恐惧会有效降低 神兵在手眼镜男打出了自信 豁出一切霸恨着射向流鬼 召得他皮开右战嗷嗷痛叫 流鬼狂暴怒火 一记杀包俱全加速猛轰下来 将所在和低区域斩得稀巴烂 眼镜男被打得头晕目眩战役宣告报废 作为普通高中生 他的求生意志以及反抗能力 已经堪称奇迹 此刻除非神仙降临 否则必死无疑 可这世上真的会有神仙吗 就在这时候 附近的河道冷不顶传来巨大的扑通水声 有什么超级重物突然下水 初看之下明明没有任何东西 运河水浪偏偏莫名事件且翻滚推移 朝流鬼逐渐靠近 这一幕画面在黑夜下显得格外诡异 流鬼意识到有某种危险靠近 发出了充满威吓的狂暴咆哮 在眼镜男的视角中 这头巨怪乍然被什么东西沉重击打 只惜庞大而稳重的蜘蛛下半身 居然都被打得后退连连 可知这神秘力道至少有万金之势 流鬼途路遭受连续殴打 左右巨慌唾沫横飞痛敖生天 此时神秘存在来到眼镜男面前 他终于隐隐约约感觉到有一个半透明巨物 具体是什么 眼镜男完全一脸梦圈 那已经远远超出了他的认知范围 他只知道自己得救了 这世上居然真的有神 这种神奇战斗不是他能参与连忙爬起来 且抱着腰王脑袋逃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